回到五天新闻 持续来关心这个新闻的焦点 就是昨天呢 这个扁友会会长黄永田 扯掉了立委邱毅的假发 那么他之后呢 回到台南市 受到了扁迷热烈的欢迎 本身他就是一个 这个阿比亚的西町的 这个挺扁的人士 结果呢 回到了台南 大家把他当为是英雄了 但是他到现在还是讲说 他真的是不小心的 手上抓的是邱毅的假发 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甚至还怪邱毅 自己不说清楚 自己戴假发 打掉邱毅的假发之后 朋友会长黄永田 回到台南 被镶嵌奉为英雄 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 黄永田还原现场 我说是 我来到手都 还没得摸到 警察就在做手 我就说 我就跟别人就想 就手传 传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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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传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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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已经传传传传传传传 我传传传传传 我传传传传传 我就带我 黄永田强调一切都是小盒 還怪邱毅沒有事先說他有代價法 他堅持要把他告到底啊 對於邱毅說要對他提告到底 黃耀田說奉陪到底 雖然他已在強調這的確是一場巧合 但鄉親卻把他當英雄 讓原本是要澄清的記者會出現極大的矛盾 昨天新聞陳雲 龍高孟柔 SNG 小組 台南報導